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智能商業模式 智能商業模式其實是建基於三個基石 那三個基石就是什麼 第一,那個產品是可以調節的 即是可以去adjust 第二,是那個數據化 第三,和一個叫machine learning 是一個機器學習 沒有了這三樣東西 是不可能成為一個智能的商業模式 什麼叫做可調教的產品,調適的產品呢? 就是譬如我們舉一些叫做網商銀行為例 他們做一些中小型的貸款 他們不是設好一些A餐,B餐,C餐 定好多少利率,多少錢,多少繁息期 去好像以前那樣去給那些中小期 而是他是量身訂做 是根據那個客戶的需要 以及根據他那個客戶的可信任程度 就是定到究竟是給他多少額給他 給他多少月的還款期 利率是多少 這些是牽涉得到他們 一會兒會說他的數據 因為如果只有ABC餐的時候 其實就很難去配合到那個客戶 那這個呢 我們需要一個智能的產品 第二呢 我們需要一些叫做數據 那些數據呢 是兩樣東西 第一件事,數據化和活數據 數據化就是什麼呢? 以前我們去做產品檢討的時候 就未必是一些數據來的 可能是一些文字上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我們不可以用機器 是去將它轉換得到 變造數據 有程式可以運作的 那麼Google 為什麼他們會被其他的公司 這個搜尋器很厲害呢? 因為他們通過一些叫做 Web crawlers 就是我們叫做網絡爬蟲 就是一些很簡單 重複性的程式 就去網上不停搜尋那些資訊 是將那些網頁 是轉成它做數據 就是等同淘寶裡面 將他們不同的點擊率 語言 評論 又變成它數據 然後呢 就產生到 那個商家的那個信任度 因為 除了硬斑斑那些 他們的普通的營收之外 還有他們的評價 點讚 退貨率 買家逗留的時間 所有東西 都可以把它變成數據化 那這些就是 數據化其一種 其二呢 我們不是要一些叫做死的數據 我是要一些活的數據 舉個例子 日本曾經在一個叫做日本產業技術大學 裏有一個教授叫做月水眾神 他做了一個就是 將一些坐位 就是研究 坐姿 就是屁股 坐的姿勢的變化 就知道在行車的時間裏面 他究竟是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如果不是一個正常狀態 或者好像是眼睡 整個人坐在那裡 或者喝了酒 不規則地坐在那裡 他就會給到一些訊息 去提醒那個駕駛員 那這些就是把一些資訊 變成數據 去和其他人去做一個 比較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人究竟是不是 在一個正常狀態裏面 這個就是叫做數據化和活數據 第三樣東西就是叫做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之前我講過一次 Machine learning 就是說 在用那個數據處理那裡 是怎樣去將那個數據去創造價值 那個演算法裏面 就不是一些叫做程式 的程式就是 就是說我給一個答案 他跟A就是B 他是通過一個人工智能 不斷去修正 去調教那個參數 令到他是最適合的 就是說他看回他 譬如offer的利率多少 跟著那個客戶的反應要多久 那他就去調教究竟 我給什麼一個最合適的利率 是又賺到最多錢 也都是會令到那個客戶 是會願意去用那個利息去借錢的 那這個呢 他們是用了一些不同代的演算法 不斷去更新去演進 去和實時 去更新他的自我學習 那時候 就令到整個企業 就變得更加智能 這個就是講一些智能的商業模式 今天想講的智能商業模式 這三個基石就講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